中国第二艘航母正式下水 这艘航母完全由中国自主研发 是名副其实的首艘国产航母 对中国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 随着国产航母的下水 中国未来很有可能掀起航母建造浪潮 中国已经证明了拥有航母的建造能力和足够的资金 现在对航母的需求又非常迫切 中国大量建造未来航母似乎已经是顺水推舟的事了 但近日有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中国未来可能并不会加速建造航母 因为即使是拥有世界第二的国力 中国也难以承受大量建造航母所需要的巨额资金 中国建造的001航母整体造价超过了100亿美元 折合人民币超过了710亿人民币 这艘军舰的建造费用严重偏高 让中国随后的航母建造没有太多的余力 要知道 美国最后一艘尼米兹级航母建造经费为62亿美元 而美军最新的福特号航母拥有地球上所有最先进技术 包括电磁盘射器和电磁回收着舰装置 而且该舰吨位超过10万吨 严重超支最后也只不过是130亿美元 中国这艘6万吨级的001A航母造价就超过100亿美元 考虑到中国船制造价远低于美国 可见中国这艘航母的造价确实偏高 不过对于中国来说 航母是重要的战略武器 在研发过程中多投入 以至于第一艘造价偏高其实并不奇怪 福特级虽然运用了众多的新技术 但是总体上的构架仍然使用了不少银米兹级的成熟技术 从而降低了技术成本 而001A的所有技术都是在辽宁舰的基础上重新摸索和研发的 这一部分成本非常高 但这些成本非常有价值 奠定了中国未来航母建造的基础技术 未来中国无论是建造华越航母 还是平直甲板的航母 都会用到这些技术储备 从长期来看 中国的投入是非常值得的 自航母杀手东风21D问世以来 美军一直在想着办法来规避这一大杀招 有种说法是 在导弹来袭的瞬间 美航母采取高速机动转弯 就能躲避攻击 这种说法 偷普吗 微信关注风火军事 回复东风21D为您揭秘